东部南格哈尔省一所民宅 星期一遭到炸弹袭击 目击者透露 事发时当地部落正未解决一起纠纷 而召开长老会议 没想到一名自杀式袭击者 突然闯入现场开枪扫射 之后还引爆炸弹 造成至少四人死亡 事发后爆炸现场狼藉不堪 留下触目惊心的斑斑血迹 气迷伤者随后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阿富汗的部落长老会议 在政府管控婆弱的地区 扮演着管理地方事务的角色 尽管袭击发生后 至今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干案 不过当地政府相信 恶名昭彰的伊斯兰神全国极端组织 就是这场自杀式爆炸案的幕后黑手